报数 一 二 善 四 等会儿 你说什么 善啊 我善你我 那念三 善 三 善 三 四善啊 你永远当不了勇士 从此开始报 三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再报一呗 五 七 八 这么大一片能源植物 如果都能变成再生的新能源 一定能为新中国的建设 贡献可观的能量 不过日本人既然对这片树林虎视眈眈 为什么一直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呢 他们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先去跟政委汇报一下 或许 政委那里有什么线索 赵文村村民对咱们共产党的态度 已经有了很明显的改变 但是想让他们支持我们的工作 还需要加把劲啊 这个请政委放心 王红营的父亲王耀祖 很是支持我们的工作 只是这个赵满财 一直不满儿子在山上 不帮他做豆腐 而心存怨念 表面上愿意支持 但心理安抚工作 还得做好 政委 好 赵德柱为我们的工作 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平时你要多去帮助赵满财 解决点实际困难 如果有合适的时机 让赵德柱同志下山回家探探亲 可是据我所知 是他自己不愿意下山 什么 看来赵德柱的觉悟很高啊 为了我们的工作 可谓抛家舍业 精神可嘉呀 王红营同志什么时候回来啊 那快到了 马上就回来了吧 哦 这好了 听兄 抬头 是 吃饭了吗 早上起来 吃了 少说话 好 都给我听好了 你们一定要严格训练 保卫我凌卢山 是 咱们长枪队 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 无论是精神面貌和作战能力 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我很满意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你们都能成为我凌卢山 真正的勇士 是 当然了 咱们长枪队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最该感谢的就是你们的队长 赵德铸 是 长枪队上次能够齐开得胜 与赵德铸的志勇双全 是分不开的 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勇往直前 是 大夫人 趁着今天这个好日子 要不就把赵将军和大小姐的婚事给办了吧 是 是 该办了 该办了 他头疼这么久了 赵德铸 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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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阿姐 叶娜 怎么了 阿爸 我从一早上开始 我就觉得头疼 胃也不舒服 我 我可能 吃坏肚子了 阿姐 你这 恶心肝吼 你不会是有喜了吧 胡说 赵德铸 是不是你小子干的 这 不是不是 龙三人 误会了 天地良心 大小姐的手我都没有牵过 怎么会有喜呢 大小姐 你赶紧给你阿爸解释解释啊 是啊 阿爸 我 阿姐 阿姐 赵德铸 不管怎么说 你和叶娜的婚事 拖了不是一天两天了吧 是啊 叶娜现在又这样 你叫我说你什么好啊 俗话说得好 你要是个男人 就该担起男人的责任 责日不如壮日 我看你俩的婚事啊 就定在新天吧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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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是 那个 龙四大人 我都跟大小姐商量好了 我们等打下刺猬岭再成亲 您说我现在一穷二白的 也没个一母三分地 您说 我也没有资格娶大小姐呀 赵两军 刺猬岭的山下 天天都有人守着 咱们把刺猬岭那帮兔崽子 都给饿死 你和大小姐先成亲 到时候刺猬岭攻下来了 你们再搬过去不就行了吗 是啊 是 是啊 是 是是是 这个 这个以后 以后再说 赵将军 你还不好意思了 还脸红了 雷虎 兄弟 你没事吧 雷虎 你不我也有喜了吧 来 把雷虎抬下去 检查检查 怎么回事 我说 你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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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了 柱子 你没事吧 你咋了 怎么回事 怎么了你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没事吧 你咋了 你没事呢 怎么回事 真是怎么回事 没事吧 还好 我 przeci 你看 我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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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不是 你这是 政委 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 我们之前拿回来的样品 有检测的结果吗 上级对我们的工作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专家们已经确定 玲珑山上那片能源植物林 具有极高的开伐和利用价值 上级命令我们 务必要保护好这一宝贵资源 请领导放心 只要我在玲珑山一天 绝对不会让任何人 搞任何破坏 上级命令我们 一定要发动群众 开展好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共同保护我们的宝贵资源 把破坏我们新生政权的敌人 彻底消灭 我们一定会尽力地 完成这个任务 刘政委 我有两个问题 百思不得其解 第一 这些日本人藏在山里面 如果他们知道 能源植物的秘密 为什么到现在 都没有任何的行动呢 还有 这帮日本人 总觉得满怀信心地 在等待他们的大部队 前来营救他们 难道他们不知道 日本已经战败 已经投降的事情吗 我对这个问题 也一直耿耿于怀 按理说 日本人投降 已经宣告了他们在中国的彻底失败 但这支小分队 却在这么严酷的环境当中 坚守了下来 这的确不好让人理解呀 我也曾经猜想 是不是因为某个环节 他们没有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 也就是说 他们不管到什么时候 也不可能再接到他们上级的命令 这个解释是合理的 他们就像没有娘的孩子 但是 他们现在跟沈家庆又扯上了关系 如果被国民党所利用 那对我们的威胁将会越来越大 剿灭这些日本兵迫在眉睫 眼下 只有团结玲珑山 和赵王村的武装力量 共同搜山 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玲珑山上 现在赵德铸是长江队的队长 他在龙次身边又是红人 领导寨子里的人不成问题 赵王村有护村队 小胖他们都在 只要大洋一声号令 他们一定义不容辞 这护村队 也是一支有力的武装力量 但是 大多数人员还是由村民组成 现在可比村民 对我们共产党还心存芥蒂 特别是那个赵满财 因为他长期见不到他儿子赵德铸 对我们共产党心存不满 如果有机会 让赵德铸做做他父亲的思想工作 交给我吧 嗯 我还有一个不情之情 你说 我想回家看看我爹 你看 都怪我考虑不周 早就应该让你回去看看了 这样 一会儿我跟你一起走 正好 我跟大洋商量一下行动方案 嗯 嗯 这草药长得不错啊 是啊刚才的吧 昨天 嗯 嗯 你怎么了 嗯 嗯 没事吧 你怎么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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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头人不好了 从今天早上起 寨子里很多人开始上路下线 症状和雷火的一样 嗯 生病的大多是孩子老人 一开始 大家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 发发汗也就好了 可是 行了 我知道了 大头人 不好了 大小姐病得更重了 什么 姐夫 我阿姐是不是真的有喜了 有什么喜啊 我说艾龙 你年纪轻轻的 脑子里都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都没碰过你阿姐 她怎么能有喜呢 那你们不都睡在一起了吗 什么睡在一起了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是被栽赃陷害的 是宋世财把我背进去的 那进去之后呢 进 进去之后我没动的 我坐了一晚上 坐了一晚上 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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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冷啊 冷啊 够冻得够呛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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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问了 你也不想想 你柱子哥我 都被驴提了 能有喜吗 那我阿姐怎么吐得这么厉害啊 我说你脑袋怎么这么轴 我跟你说不明白是不是 那全寨子的男人都上吐下泄 他们都有喜了 不是 你问我我哪知道 你问大夫去啊 嘘 这老神仙在里面瞧病呢 你们俩神叨叨的 还有外面啊 金马叔 我阿姐怎么样了 我请吃看看 你阿爸阿妈在里面陪着呢 用不着你 金马大人 那老神仙怎么说啊 这老神仙也算是见多识广啊 全寨子的人都是一个症状 他好像也有点束手无策呀 不是 那不能等大家都病倒了吧 你什么意思 不是 我 你比老神仙还行 我 你行你上啊 吃枪药了 姐夫 你行吗 你行啊 英子这孩子啊 从小就漂亮懂事 你说如果不是祭祀谣言那点事 他根本就不会离开赵王村 也就没有机会 去读书 接触什么共产党的 对不对啊 就算是阴缩阳差 一获得福吧 不过我们家英子啊 真的跟我们老王家争气啊 独自一个人到山上去 执行重要的任务 这可是将来的 金国英雄 女中豪杰啊 是不是 不过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成天跟大同匪打交道 算怎么回事啊 我都不明白这共产党是怎么想的 一个弱女子 成天跟那些彪悍的大男人打交道 这多危险啊 你就不担心吗 那 那我能不担心吗 说句实话 他当初跟我说的时候 我是一千个不同意 可是孩子坚持啊 我是死活拗不过他 我就让他去了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他去了以后 我是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 你说这孩子 他娘已经没了 孩子再有个三长两短了 你说我还怎么活呀 没事没事 其实你也不用太担心 婴子这孩子懂事 心眼又好 不会有事的 我告诉你啊 我虽然没见过 但我听说了 听说这个玲珑珊 它不比刺卫灵 那点人 他不干杀人放火的勾当啊 也就是 靠自食其力地过日子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 况且还有柱子 在山上照顾他 你就放心吧 啊 就是因为他在身上 我才不放心呢 你看看他的爹 什么东西呀 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天天缠着婴子 老想带婴子的便宜 他要是在山上 敢动婴子一根手指头 我就砸断他的腿 哎哟 行了行了行了 多大岁数了 怎么还动不动就动气 坐下 我说句心里话吧 其实你跟赵满菜 根本就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你都忘了 上回胡彪来闹事的时候 人家还救过你一命呢 你这个忘恩乎义的东西 那柱子啊 就跟他爹更不一样了 你说他对你家婴子多痴情 我给他介绍了好多姑娘 他一概不要 就盯着你们家婴子 一心一意盼着 娶你们家婴子 就冲他这份痴情 你也该考虑考虑啊 我告诉你啊 你可别忘了 他们两个可是娃娃妻 如果婴子不走 他们俩的孩子 现在都满大街跑了 对不对啊 其实啊 只要婴子能够平平安安的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他们俩的事我也不想管了 只要婴子同意 我没意见 我只是指望婴子 能够天天地守着我 这比什么都重要 爹 婴子 爹 我回来了 婴子 三婶爷在啊 婴子 你可回来了 怎么样啊 婴子 你是不是又执行完了 什么重要的任务了 哦 还没有 我下山汇报工作 顺道来看看你 婴子 我跟你爹 刚才正聊你呢 他想你都快想出病来了 让你爹好好看看你吧 爹 是女儿不孝 不能在身边陪你 对不起 这没什么对不起的 只要你能平平安安的 比什么都好 爹 这是玲珑山上的山货 特意带回来孝敬您的 好 带这么多 你真好福气啊 你到哪儿去找这么孝顺乖巧的女儿啊 满财叔来了 我这不听说你回来了吗 给你拿了块豆腐啊 山上哪有这新鲜玩意儿啊 满财叔想得真周到 我在山上就想吃这一口呢 老王头 哎呀 你这身体挺好 心眼可不怎么好啊 整天想着红花绿毛的 这大清早的吃碗馄饨都不消停 还得让个小寡妇陪着 呦呦呦 你话真多啊 我是来看鹰子的怎么了 这有些人哪 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我说赵半才 你这个人人缘是怎么混的呀 到现在为止连个朋友都没有 你儿子也跑到山上去了 不理你了 你说同样是一个村的吧 这人和人之间 这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呀 你也太失败了 老王头 说谁失败呢你 满才叔别生气 说你呢 满才叔别生气 爹别开玩笑了 满才叔 柱子让我给您捎一句话 他本来早就想下山来看您 只是他现在啊 太忙了脱不开身 您知道他现在在玲珑山做什么吗 难不成咱摸豆腐啊 不应该呀 他不会呀 难怪 欠回两头牛来 不会是在山上帮人放牛的吧 你儿子也就那点出现 爹 这次您可说错了 现在柱子啊 是龙次身边的大红人 还封他为长枪队的队长 大家都尊称他为赵将军 我儿子当将军了 可不是吗 他手底下百十号人哪 而且他带领的长枪队 战无不胜 此为领的那帮土匪 听见他的名字都闻方丧胆 没想到我儿子他能当将军了 这的确还得比那做豆腐强 我得告诉那些个 常说我儿子坏话的人 看谁还敢乱嚼舌根子 将军 将军 我儿子当将军了 晚才说慢走啊 瞧他这傻样 我儿子 饿心 肝 还传染 这什么病啊 英子 你把我一个人 扔在这山上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不会等你回来的时候 我已经传染上病了 命不久矣了吧 英子 那 我还没娶你呢 那会太亏了吧 就这么死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没什么事 我发现了 我想你了 我回来 手抓满了 保持 来 杀 杀 好 杀 杀 大牙 保持住 来 杀 赵主任 接着 大牙 赵主任您这是 我看战士们训练得很刻骨 这刚出锅的热豆子 大家尝一尝 花花 多迟点啊 你得追着我 您太客气了 咱不能白施啊 赵主任 这样 要多少钱您给我记上 不用 三大纪律八项主义说得好 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 是 你还给我客气伤了 你还 你们帮我干了多少事 吃瓜豆腐算什么的 再说现在 柱子在陵屋山上当上将军了 咱们也得庆祝庆祝庆祝 柱子哥当将军了 手上一百多好人哪 比你们可厉害 不是 这姓氏不一样 姓氏不一样 都很厉害 都很厉害 柱子哥也太厉害了 等他回来 我带着我的护寸队 跟他的队伍切走切走 互相学习 等我 等他回来 来来 把豆腐煎过去 快快快 墩子 煎过去 来 那就谢谢赵主任了 您可 谢谢 谢谢 赵主任慢走 走了 赵主任慢走啊 潘总 带我分一下 这是刺猬岭 这是玲瓏山 这是咱们赵王村 中间呢 有老虎岭和婆瓶山 我认为呢 老虎岭的地势比较平坦 不适合藏山 这个婆瓶山 它有很多溶洞 有很多树林 说不定这帮日本人 就藏在哪儿 索性 咱们搞一个大面积的搜山 不相信搜不出他们 红莹啊 你咱们现有的力量 这样是不现实的 对啊 这么多山怎么搜啊 这样 我们可以发动群众 打一场人民战争 众伟 你是不是已经有什么好主意了 我们可以给他来一个敲山镇虎 敲山镇虎 搞个心理震慑 不过想要成功 这赵王村和玲珑山配合很重要 红莹 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说服龙次 让赵德柱带着长江队 跟我们统一行动 必要的时候就亮明身份 另外 赵德柱下山的时候 以烽火为信号 那呀 赵王村这边还有什么问题吗 众位 您放心 赵德柱这个大将军 真不是白给的 这个赵主人啊 现在是乐开了花呀 毕竟啊 是咱们让赵德柱上山的 赵主人现在对我们很是客气 隔三差五的还来送豆腐呢 那就太好了 嬴子姐 嬴子姐 柱子哥的信 快跟我说说 怎么回事啊 我才回去两天 怎么那么多人生病了 你问我 我问谁家 我正带着龙寺检院 叶纳塔就托我了 我今天差点被人毁了清白之身 多亏我极致勇敢的 要不我今天 就成了名副骑士玲珑山驸马了 你就再也见不到 你个快乐单身的我了 严肃点 听你刚才说的 我初步判断 应该是祸乱 祸乱 祸乱是什么东西 祸乱是一种传染性的疾病 传染的途径 是水和食物 主要的症状就是急性腹泻 太复杂了 简单点说 就是咱们的水和食物被污染了 就是被人投毒了呗 就是被人投毒了呗 这可能是敌人吸引轮的行动 什么敌人 日本人 好 到时候再跟你解释 组织对咱们下达的最新命令就是 你和你的长枪队 联合咱们山下的同志 一起剿灭藏在山里面的日本小分队 好 我现在就去叫他们集合 等会儿 他们都病着呢 都躺在床上怎么集合啊 再说了 你把队伍私自拉出去 龙刺能打赢吗 不能打赢 那怎么办 你问我 这 你也是上过大学的人啊 你也动动脑子啊 照得住 你平时不是总吹牛 我照得住什么都照得住吗 今天你必须照得住 这是命令 我觉得 先治病 海龙 要不你再吃点 海龙 海龙 我吃不下 太可惜了 那你感觉好点吗 我像越来越严重了 姐夫 你快走吧 我别再传人给你了 你 小子 还挺笑人的 你都病成这样了 管好你自己吧 姐夫 我是不是快死了 时间不太长了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阿龙 你这时间也不太长了 你还有什么人啊 还有事啊 放不下的啊 我 我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 姐夫 嗯 你不是问我 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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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悔啊 我后悔没有知道英子姐 没有强弃我 你已经成功 姐 你快走吧 我要再传人给你 我会死不瞑目的 艾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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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信我吗 我相信 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把这个药给喝了 你的病就好了 你做完法事之后 山神怎么说啊 山神对我说 我 在这里有人 欣慰不断 冲撞了山神啊 好 什么人胆大抱贤 敢敢冲撞山神 天机不可邪漏啊 老神仙 老神仙 你对我自己说吧 老神仙 山神说 天机不可邪漏啊 山神之说 有人对龙翅大人不忠 而大人又没有察觉 我 山神才将此灾火 尽心龙翅大人 老神仙 老神仙 你可不要胡说啊 林龙山的人 对咱们大头人 是忠心不二的 这林龙山之中 可不光有林龙山之人啊 呃 大头人 要不咱们下山请个神医 上来给众人医病如何呀 吉玛大人 大头人 这可是山神将火 非认力所认及呀 那 请教老神仙 我如何才能找出那个 不忠之人哪 大头人 山神只对我说 你要破费一笔呀 此话谈将 清水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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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头人 大头人 刚才老神仙可是说了 林龙山 有人对您不忠啊 而这不忠之人 是个外人 属下思来想去 林龙山只有两个外人 一个就是赵德铸 赵将军 还有一个嘛 就是学堂的王先生 王先生平常是早睡早起 一门心思 只知道教娃娃们念书 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啊 大头人 这个不忠之人 难道是 大团 大头人 小人多嘴 算了 比较笋 可很儿教 ね tumors 小人 小人 State 多帮忙 放心 起码打人 怎么坐这儿了 柱子 谁惹我们大小姐生气了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哭呢 平常不是挺横的吗 怎么了这是 刚才丫鬟来过了 说老神仙给我们算过了 这是我们宅子的结束 看来我是再见难逃了 我现在心里好难过呀 我好多事都没有做 我还没跟你成亲呢 柱子 你说我死了以后会去哪儿啊 到那儿了谁也不认识 我该怎么办呢 你怎么跟艾龙似的啊 你平常不是特坚强吗 天不怕地不怕 怎么还怕上死了呢 以前 我天不怕地不怕 是因为我还没有经历过死亡 我觉得我日子长着呢 只要我高兴 我想怎么过就怎么过 可是现在 我时间不多了 我现在好后悔呀 我现在好后悔呀 我怎么这么笨呢 我一想我浪费了那么多时间 做错了那么多事 整事一点都没办 别 别 别哭了 我最受不了女人哭了 看这小脸都哭不好看了 来 咱吃碗肉好好补补 这些天你都没好好吃饭 我现在这个样子 吃什么都是浪费了 柱子 还是你自己留着吃吧 你把身体养好 把病治好 以后找个好姑娘 让她好好照顾你 你 我跟你说 云娜 我觉得你生病的时候 特别可爱 我还是同一次觉得 这么 这么温柔 这么体贴 那你有没有爱上我 你 你这个病 服务就好了 英子说了就是祸乱 没事 咱明天见啊 你 找得住 我恨死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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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一口吧 我喝不下 那你吃点什么也行啊 我什么都吃不下 你这不吃不喝怎么行哪 我难受啊 好难受 好 夫人 柱子 你可来了 你看她不吃不喝的 怎么劝也不行 你快帮我劝劝她 我可管不了了 好 夫人 抱在我身上 那您慢点啊 路 路上 千万小心点啊 别哼唧了 啊 干吗呀 不吃不喝的 姐夫 我快不生了 别胡说八道的 英子姐 来看过我 我就算死 也吃足了 你英子姐不都给你要了吗 你还担心什么呀 那不管用啊 我可能是 已经病入高荒了 别胡说八道 那治病得需要过程 你英子姐又不是神仙 这药刚吃完 第二天就活蹦乱跳的 不可能 姐夫 你就别吃我了 你看见 看见那儿了吗 那儿有一张皮 你帮我给英子姐 就算留个念想吧 你英子姐不喜欢这个玩意儿 那就留给你吧 哎 海龙 你放心 哥一定会治好你这个病的 真的 什么叫真的呀 哥是谁呀 哥叫赵德柱 哥也赵德柱 你把眼睛给我睁开 什么态度呀 睁开了 你别不信 哥家里真有祖传秘方 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 包你药道病除 姐夫 我记得你家祖传 是卖豆腐的 这卖豆腐的 还有治病的祖传秘方呀 你插什么嘴呀 你说我说呀 你说 你说 我告诉你 艾伦 其实这把一块豆腐做好 和治好一个人的病 那是一个道理 哥小的时候 就得过你这病 全村的人都以为 哥要死了呢 后来你才怎么着 我爹就从家里拿出的 祖传秘方给哥吃 哥一吃 就从棺子里蹦出来 嗖一声就跑没影儿了 那你给我说说 你的秘方呗 我告诉你啊 把水烧开了 一烧桶水 加上一勺盐 再加八勺糖 再加上甘蔗汁 反正都行 只有这个呀 就这 有多少喝多少 姐夫 你还不如把我泡在河里呢 熊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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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子 你看什么呢 好 我觉得这水有问题 之前我去了一个老乡家 看见一个小孩 他妈妈说 他整天什么都没有吃 只是喝了这儿的水 但是就一直高烧不退 我怀疑这儿的水被污染了 你的意思是 要是有漂白粉就好了 什么粉 说了你也不懂 嬴子 你那药方管用吗 我也是书本上看来的 试试吧 叶娜和艾龙 都吃了一天的药了 也不见起色呀 这病不会没发治吧 要是太来有什么三长两短 咱们怎么办 还找不着日本人了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给他们治好 真的 你真有办法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要跟马锅头联系上 让他从山下带点漂白粉上来 什么粉 赶紧走吧 走 好